好 今天的天氣真的很不穩定喔 雙北地區早上就開始下雨 雨下不停 也出現了不少災情 水利鼠也一度針對部分地區發佈了淹水警戒 最近情形我們連線給記者龔平柔 好 主播各位觀眾 記者目前所在位置就在台北市萬華街的開封路二道 我們可以看到這棵大樹已經是被連根的拔起 而且它的根部是已經外露在外面 底下是完全進行掏空的一個狀態 那其實我們從稍早的畫面可以看到 其實這棵樹已經是有長成了大概五層樓高 而且它整個橫倒在馬路的正中央 是連帶遭殃的停在對向的一輛紅色轎車 那其實我們稍早也有訪問到這個車主 我們現在聽稍早他的這個訪問 比較少停路邊 只是想說 哇 今天早上想說 哇 有一個車位好Lucky 然後就被壓了 就是很灰 然後反正現在觸故應該就是中間那個板筋 凹陷比較嚴重 對 當然其他烤漆部分 可能要等乾淨了之後才會知道 那陳主說呢 其實它這輛車已經買了四五年 不過它是第一次停在這個停車格 沒有想到就直接被這個大樹給砸中 我們從監視器畫面也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個大樹在倒塌的時候 然後呢有一名騎士是剛好經過 差點就要被壓撞 幸好是沒有被砸中的狀態 而這一次的路數倒塌呢 也沒有人受傷 那工程處呢 他們其實現在也已經派人過來 來進行搶收 並且進行修剪 要把這個路給搶通 那如果最近消息 將持續為您掌握 先將鏡頭照一個棚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